在二战中,有一个唯一向中国宣战的国家,但这个国家属于国中国,被意大利包围着,它的国土面积也才60平方公里。 当然了,既然是一个国家,军队那也是有的,不过整治军队也就几十人,不要笑,它可是在二战中,对同盟国和轴心国同时宣战了。 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圣玛利诺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,在整个战争中相安无事,二战爆发后,他当然也这样想的,但是,二战射击范围更广,武器也越来越先进,想在这场战争中独善其身很难。 1944年,同盟国开始了对轴心国的反攻,英国皇家空军对意大利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,其中有四次轰炸到了圣玛利诺的国土内,60多名圣玛利诺平民被炸死,受伤有一百多人。 英国空军并不是故意针对圣玛利诺,只是因为圣玛利诺和意大利的领土相错,可这几次轰炸,还是激怒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小国。 圣玛利诺一怒之下,开始对所有参战国家宣战,美国、苏联、德国、日本等国都在其宣战之列,轴心国和同盟国,同时成了他的敌人。 更可笑的是,当时的中国也在其中,要知道圣玛利诺可是二战中,唯一一个向中国正式宣战的国家。 但是这种意气用事报复马上来了,圣玛利诺宣战后,德国纳粹立即对其发起进攻,只用半个小时左右便占领了圣玛利诺全境。 只有几十人军队的圣玛利诺不得不向德国投降,仅有的几十条步枪全数被德国人收缴。 德军一位中将破破说,一个班的德军就可以消灭他们。 但是德军并没有在圣玛利诺待多久,同年英国军队便开进圣玛利诺和德军展开争夺。 当时的战争整体形势对德军很不利,因此德军最终选择撤离圣玛利诺这个国家。 圣玛利诺政府因此把英军当作解放者,经过协商,英军最终撤出圣玛利诺。 圣玛利诺转而投向同盟国阵营。 圣玛利诺转而投向同盟国阵营。